一人一七啊 都很干净啊 很好 很好吗 不是我主任 你还要什么 我做了以后呢我就有这个 因为我自己也是学一都是高尔科的 我就觉得我看了好多那个 那个片子就是那个病检的 我就想着这个什么是一个 是肿瘤缺省 肿瘤缺省 我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看别人都没有这个 这个呢可能是手术当中 从肿瘤切了一块儿下来做冰冻 哦 这是这样子啊 对 但是很多人我也问到同学 都说有这种可能 就是切了一块儿可能做冰冻去了 所以不用想那么多啊 不用想这么多啊 我就觉得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肿瘤的大小 因为这个跟这个人我就有关联了 因为这个肿瘤我做的时候 做西极的时候呢 它是大于一公分的 然后现在做出来呢没有一公分 这0.6 就是可能是当场做冰冻 切下来 送冰冻了 所以最后评估 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呢 就我这个有呢 好多我看了好多这样的 都没有这样写过 就是我一个这样写 那就不知道 不会 或者是不是取病理做精英检测了 反正不会 我们要切肯定是一块儿就切掉了 不可能挖一个出来 挖不到 有时候写性切除吗 太小了呀 不会的 但是我看了也看了这个肿瘤是吧 它边缘都是比较 都很都很干净 对 因为我那天我晚上做的太晚了 11点钟做的 我就怕那个什么 不会有问题 医生想想 问一下这个就是 那个什么免疫主化的 这个不是医生看的 也不是病人看的 这个他做这些免疫主化呢 主要是为了病理科医生 他自己区分肿瘤类型的 所以他没有临床意义 除非就有一个像免疫指标 这个呢 可能我们会万一有问题 看看他是不是对免疫治疗敏感 是这样子的 其实都没意义 你不用看这个东西 像这样的以后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 没事早期的切了就好了 放心吧 对 下次就是半年 每半年查一次 就是胸部CT 其他的不用查